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防网一新闻首页的课程 今天呢,是我们课程的最后一节课了 我给大家来做一下我们整个课程的总结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note 我们这节课呢,加起来林林总总的已经有十几节课了 然后加起来可能大概有三个多小时,四个小时的课程吧 然后呢,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五个第三方库的使用 然后Animal Fire这个我们一个大神,也就是AF Networking这个大神写的网络请求库 然后呢,之后又给大家介绍了SnapKit这个Out to Layout的封装的一个类库 然后呢,之后还有我们国内大神Milson来写的King Fisher这个异部的图片加载以及缓冲库 然后之后又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夏拉刷新的这个Pro2 Refresher这个库的使用方法 最后呢,给大家介绍这个Swift JSON 也就是我们用来处理网络上返回的JSON数据的这个类库 所以呢,整个课程我们一共给大家讲解了这五个第三方类库的使用方法 然后如果,然后呢,这些类库也都是通过我们这个Cocoapause来进行管理的 以后大家肯定少不了也要去接触这些东西 然后呢,这节课我们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事情 我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Wheel Controller的一个应该有的结构 就是如何去实现一个合格的Wheel Controller 一个Wheel Controller究竟应该负责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里面放什么样的代码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这节课可以多收听两次 然后把其中的一些关键的东西都吸收到自己的脑子里面去 然后呢,在之后给大家讲解了一些关于我们这个仕途 就是UI层的这些实现 我们去实现了一个支持多种Cocoapause的TableWheel 然后呢,之后我们又封装了两个自定义的空间 然后呢,这个封装自定义空间的这两节课呢 大家也可以着重的看一下 然后去学习一下封装空间的内部的这个思想 如何去封装一个简单 然后又易用的第三方空间 然后最后两节课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如何去优化我们的代码 把我们Wheel Controller里面的这些可以抽出去的代码 用单独的类然后去进行封装 然后以减少这个Wheel Controller的体积 然后让Wheel Controller变得更加容易维护 说完我们整个课程的结构呢 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给大家推荐的学习资源嘛 首先要学习Swift和iOS开发的话 最建议的当然是官方文档了 大家可以去官方文档上查看Swift的代码 以及我们这个苹果的Cocoa Touch框架的相关文档 然后这个大家在查code里面 或者是直接上苹果的网站都可以查到 然后关于Swift的书籍呢 我推荐两本 其实这两本也都跟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喵神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第一本Swifter100个Swift必备tips 然后是喵神写的一本书 然后后面呢这个是OBJC中国 然后他们主导翻译的一本外文的一个书籍 然后现在已经翻译成了中文 然后如果大家把这两本书能吃得很透的话 我觉得在Swift上已经就属于高级水准了 然后呢最后再推荐一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就是OBJC中国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上看到非常多的高质量的文章 这个文章的质量是相当高的 如果大家可以全部都学会的话 那你已经算是IOS的高级工程师了 OK 然后最后的最后 大家呢可以看到这个网址 然后大家呢可以上到这个网址上 也就是GitHub上面我的主页 我会把那个我们这门课程的完整的代码都上传到GitHub上去供大家学习 然后也供大家参考 然后GitHub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开源的项目 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 上面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Ellenfire这些大牌的第三方库 全都可以在GitHub上面而找到 OK 我们这门课就彻底结束了 然后希望大家从这门课中学到了自己想学到的东西 然后也希望大家自己以后可以更加的努力去学习IOS以及Swift方面的知识 然后不断的提高自己 然后有一天可以独挡一面 我是Winsky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来的支持 我们以后再见 拜拜 拜拜